Coming in at number 10 蓝板保护上面必须要加强 这种球也没办法 没办法 这边呢换了一个看看这单打邓腾门 今天邓腾门有点奇怪 包括前面几次运球 就是整个球球人的一个 就是说平衡性觉得一直没有控制好 但是丁燕宇航还是打出外言水准 对所以说呢 其实咱说句老实话呢 就是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你打一般的球队的话 拿到三十四十 能不能发挥出上场打广州的这种气势 和这种防守的强度 说实话 刚刚那个球呢 哇 现在看几乎又是 又一个 但是大家看 其实这个球的摆脱很难啊 是等同时周鹏和一点点都称王继续防了 后撤一个 这真是 现在他的这丁燕宇航呢 这是打出小宇宙了 他的整个杀伤力呢 现在 身体有个小接触 对方也罚劲了 篮板 哎呀好的 一个长篮板 再几个进攻 十四秒进攻 还是交给电影 嗯 关键今天呢 战拉门是状态也非常差 嗯 哇 单捷二十分的方向 单捷现在二十啊 现在十七 现在十七 哇 这只差六分了 对对 真的 这是丁燕宇航对广东东莞的一场比赛 对对 真的是这样 哎呀 孤胆英雄 真是孤胆英雄 哎 这个啊 我几乎防守也能成功的打一次 小丁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犯规的 因为我现在真的 他第一次 他第一次犯规 对对对 犯规还可以 球队现在我全体就完全维系在你身上 所以呢对广东来讲的话 他也是很担忧的 就是这一点无解 你让他打疯的话 你说一场拿 Number 6 往外面把球移动 移动出来 不是说你非得在篮下 就是三个人已经在你手头上 送着手了 你难道还死打吗 哎 这个球二加一了 二加一有效啊 哇 十九分了吧 对 十九分看能发重 嗯 斯隆这个球是不太聪明 嗯 就说 呃 小丁因为这个球就是说 我不投三分 我就往里突的时候 嗯 就 你干脆把它拉下来就完了 对对对对 一把拉下来对吧 Coming in at number 5 复出的时候就这么投的 是吧也是这种架势 看这个 哦 这是他的标志性的高弧线的出手啊 对 小丁 漂亮 这个球 哎呀一个助攻啊 对 能把杜芬逼的叫暂停 差五分了 不容易 就这场比赛呢 我们真的是希望 现在我们真的是希望把这个胜负都忘掉 希望能够打出高质量的这个比赛 因为从两队的这个历史恩怨来讲 是不用动员 嗯 广东是不用动员的 但是呢 这边可能要动员的 对对凯撒怎样调整队员的心态 啊怎样打出这个巅峰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 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 Coming in at number 4 刚刚打到 对啊 哎呦小丁现在也是 累了 但是也是 能够想办法 虽然可能你说是一点小花招吧 就是说 快发 然后快打 给自己尽量就是能够留一点进攻的空间出来 在 number 3 单打呢 还是高贝掩护一下 选择头 传 时间还有 还是交给他 要三分 哇 但是这个应该踩现了 这个应该踩现了吧 踩现了 小兵这时候肯定暗骂自己 真不哗算 我打那么累了 是亏吧 是亏吧 虚了1分,还是4分,又回到了第三节结束之后,32分了,5个篮板,还没有给这个很关键的助攻的数据 那个快攻2分,绝对应该是大劲 所以说呢,这就广东队底蕴,不得不说这真是他的优势 哎呦,唐普森我觉得就是拿球是你必须稍微要动一动 就是说完全是站着你 哇 已经40分了 40分了 50分不是梦想 虽然今天第二第三节主要在歇人 但是靠第一加第一 他如果真是想拿,我觉得就是队友都给他就完了 都给他 声音的修宣 哎呦 我觉得秋盆真的像无语问苍天啊 这球怎么走 这球怎么破 没办法 我我我我我都做到了,你还能让我怎么样 这一节又是拿了10分了 对 三分球今天已经投了5个了 5个三分了 布森尔后仰,没有 补篮,还是没有 他们先拿到篮板 低脚 哦,这要叫暂停了,一定要叫,一定要叫,90比81啊,领先的9分了 李俊宇这个球也是真是,真是关键的时刻 就像是ゆ,我 说是 我,我 我都是 我,我 我